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是很高兴能够用插花来佛堂供佛 因为人人都是佛 插花等于是供佛 人人在观赏也是供佛 所以任何场地不一定是佛堂 我都尽量去布置 所以尽量瘦长的话 我们就要瘦长 比花的高 高的可以高 因为我看花开 花泄 等于是我们人生也有来回飘 当然是要把握时间 就是借花来感觉我们自己人生 正在能用的时候 我们尽量要把握时间去发挥你的功能 人家还在说 花到就是把花剪下来很残忍 我说不是 那个花 因为在花园里开 卸 那就没有用了 你一直蹲在家里 让她时间过去 真的是很浪费 所以能够出来尽自己的能力 能做什么事 对社会 对大众有用的 就尽量能做 就是我最大的期望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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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